請問一下 因為這個中央CDC的地圖上台中市是有出現一例的 那我們這邊跟中央有相關的 有有有 這個昨天我們衛生局有跟這個中央聯絡他們弄錯了 所以他們今天會 因為昨天這個中央CDC的這個相關的網站 那有不小心把本事寫成一例 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如果有一例我們一定會知道 那我們的衛生局有跟中央CDC聯絡 然後他們說不好意思 他們今天會跟正 現在小朋友在那邊打疫苗 那韓家要到了中央 由於遊樂門的業者會有規範嗎 是 到目前為止台中市是沒有本土個案的病例 所以原則上我們讓市民朋友他的活動正常 不過呢 也不排除如果有風吹草動 或者有什麼樣的狀況發生的話 我們會不同的一些調整 那目前為止我們還是讓大家正常 除了碳陪病今天開始有公告有做進一步限制以外呢 那還是希望市民朋友在注意防疫措施 那注意這個自己健康安全的情況之下 讓大家能夠正常活動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有一點幸福 謝謝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夠創造現在的一個防疫現況 不過我再次強調我每次都不過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這個隨時有可能我們現在是如臨大敵戰戰兢兢 如臨大敵戰戰兢兢 那病毒隨時有可能找上我們 所以我們呢 還是無論如何 大家還是要做好防疫措施 確保目前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大家才能夠平安過年 感謝大家的配合 謝謝